火神山医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针对治愈率 针对病死率等等 是否有我们心中的目标 我们联成保障部队在动物业部署会上 我们就有四个目标 第一个的话就是治愈率最高 第二个就是死亡率最低 第三个的话是医务人员临感染 第四个的话就是要我们收治的患者淋桃宿 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也就是我们要努力实行的目标 其实这是非常高的目标 谢谢你们 我们整个医院三五天之后 一千张床位开始满腹和运转 我们为此配备的医护人员是多少人 这种医护人员和患者的配比是多少 是这样 我们这次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们出组一千四百人 按照普通病人的数字标准 那个床公比 床医比是一比零点四 床副比是一比零点六 这一次的话 我们普通的病房 一般的病房 配比的比例的话 是参照一般的比例配置 但是我们的重症病房 我们配比的话 这个比例是提高的 我们的医生护士这个比例是配得很强的 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医护人员是来自于军队 来自于很多个比如说其他的种部队的医院 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是怎样把它迅速捏合成一个整体 是这样 那个主持人 那个我想那个那个立大一体啊 那个是你一个战斗集体的话 我想主要有几点 一个是我们那个习主席 中央中央 那个有自私心心 有那个决策部署 第二个的话 我们有共同的事业 那就要打赢这场 那个防空的阻击战 第三个的话我们军队啊 有延门的组织纪律 第四个的话 我们有坚长的组织领导 中央中委 联程保障部 包括我们的医院的联资党委 我们坚长有力 所以的话 那个很 那个不断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立了一个站在那集体 好 非常感谢许院长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你们辛苦了 像